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你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热闹了一堆人宣布要选总统 不过有趣的是民调差的说要选 但民调高的没说要选 当中韩国瑜有没有办法拱他拱到最后 变成弄假成真真的去选了呢 以及川普发了推特不会封杀外国的五级业者 看来周末美中贸易谈判是否真的可能会开花结果 以及川金二会还没登场川普就先预告了 他们还要再见第三次这么爱见面 惺惺相惜啊 来 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来宾 包括了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美邮所的研究员 严正生 严教授 主持人好 三位来宾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永昌兄好 大家好 评论员陈峰鑫 大家好 以及专栏作家 知识媒体人 吴令祥 祥哥 主持人好 三位来宾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蔡英文上了飞机接受了专访 她接受的是美国的CNN的专访 宣布2020她要竞选连任 在周末的时候呢 有一些专访内容其他角度的报道 也陆续出来了 当中有一点先前来 帮我们举个圈插牌 这个记者有特别去问道 如果解放军明天入侵台湾 你会指望美国出兵吗 蔡总统的答复就说 台湾可以自我防卫 但接下来就希望 全世界都一起站出来 请问这位来宾 蔡总统希望 台湾第一波防卫是OK 但接下来全世界要站出来 你认为 如果真的明天入侵 全世界会不会站出来 一二三八aley就会 직원 自卫的时候说No 好 等一下有机会再来聊 不过我们先提到老师 这一篇专访你看 这个也不能说灯光美气氛家 不过场景很不一样就对了 在总统的专机上面接收访问 当中你觉得这个 因为最近蔡总统很多 都是比赵美国白宫 回廊式的受访或干嘛的 美国总统会在 他们的空军一号上面 宣布要进选连任吗 有没有广力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通常大概两种 一个他就在白宫草坪 他认为他在白宫做主人 表现得不错 应该是可以 就在白宫来宣布 那第二个就是 他回到他的家乡 就是说你看 我从这边出发的 上一次获得美国的选民认同 那这一次也希望 大家同样给予我认同 所以大概是这两个模式 白宫草坪或是回家乡 回家乡 那当然我们在对蔡总统 到底他家乡是在屏东 还是新北还是台北 搞不太清楚 不过就是说他另外一个 就是他可以回到他 总统府嘛 曾经对 其实总统府最好 另外一个就是 回到他一个比较重要职务 他一想陆委会主委 可是现在他用陆委会主委谈 这个身份也不太好 因为他没选上市长 所以他只能用 现在的总统的身份来谈 但是我觉得跟外国媒体来宣布 还是有一点点不合适 对 我自想问 因为我们的总统要连任 先跟外国人讲为什么 对 因为基本上 我们大概就是说看美国政治 我最近一直在看美国的 马上也要明年也是总统选举 然后也有初选 所以现在宣布的 大概有十个民主党的 大概他们估计一共有20多个 在这个十个宣布里头 譬如说明尼苏达州的 这个Clubboucher 他就是在大风雪 这么冷的天气出来 我有多汗 我出来宣布 然后讲到他是跟中西部 川普现在开始 在中西部的劳工之间 蓝领劳工白人之间 得了很多选票 但他出来就说 我跟你讲 我也一样关心你们 这是他的方式 另外一个纽约西亿的参议员 布克他就是在 纽约西最出名 治安最差 他的家乡 我了解老师的意思 就是这么重要一个 可以有媒体版面的讯息发布 你要好好利用一下 你要好好利用 你可以是回家乡 或者在总统府 或者是你必须要 挑战一个政策 讲一个重点出来 他最近不是也在回廊 做了那么多 那为什么不在回廊呢 做这样的宣布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奇怪 当然可是你看他 接受CNN访问的时候 你又觉得说 他好像跟CNN谈 比较自在一些 这倒也是 甚至做这样的宣布 不过CNN也没有对不起他 CNN这个报道 你如果去看CNN网站 很长的 然后新闻里头 就是这个今日亚洲里头 也给了很长的篇幅 所以大概也达到了目的 他说按照总统府的说法 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要让台湾国际化 那我觉得这个 大概是真的也做到 不过这个台湾媒体 就比较感觉有失落感了 台湾那是保存农府的 却然被CNN跑到独家 对 而且有点大小眼 你看那个他开记者会的时候 台湾记者要问问题的时候 他不太愿意答 那记者就说 你怎么能够让差别待遇 然后大家马上 他说好 那就问 让你问一个问题 一问 问的是 就是这个黄重燕的问题 他马上就走人了 我简短再问一下 老师帮我们做个补充 当中聊到 蔡英文会不会到 美国国会接受的演讲 如果有邀请的话 他讲到 那要看是不是有 对台湾有利 对台北关系有利 或者是对于区域 和平稳定有没有利 这三个角度 讲完之后 你觉得有讲吗 我觉得没有讲 因为基本上 其实我们这英文讲说 是at the mercy 就是如果今天 美国的行政部门 愿意这么做 大概可以 国会 我相信也会看情况 那你看今天提出来 像譬如说 德州参议员Ted Cruz 不负责任吧 你们参议员邀请 你就参议院邀请 为什么要求 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说 你来邀请 那既然你想说 请他来 那为什么要众议院的议长 来邀请 个人表现又好 要负责任的话 你议长就负责任 不过当中有一个 事情叫一下 吴董 蔡总统讲 她说 She is confident 很有自信 in her ability to win 所以她对于胜选 是非常有把握跟自信的 但现在所有的民调 她都落后很多 哪来的自信 这个事情要回头去看她在去年2018 9合1大选失败之后 她立刻就开始有新的活动 包括最有名的 刚刚研讨师讲的回廊记者会 所以你看到没有 蔡总统对2018的重大挫败 一点的挫折感都没有 你认为当时她没有进化 完全没有挫折感 她有任何感到让你有 她有失败的感觉吗 完全没有 她只是把党主席辞掉以后 她立刻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然后你再去比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民进党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总统就是陈水扁 在2005年的重大挫败之后 消失了快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开始重整旗鼓 去号召红卫兵去找 森绿来取卵等等 然后跟党内开始斗争了 那后来开始激发出 红山军的大力 大量的反击 究竟的那一段 所以你看 两个领导人 那陈水扁这挫败之后 他是重整旗鼓 然后 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非常重 然后对他自己的权力的岌岌可为 那个危机意识 非常的强烈 那蔡呢 蔡英文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你看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从小的成长环境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毫无同理心 这是他没有 这个挫折感的主要的来源 我认为的 所以他的自信是真的有自信 他的自信心是因为他没有同理心 他不觉得他有失败 他是觉得老百姓不了解他 是老百姓的错误 不是他的错误 这第一个 跟大家解释清楚一点 所以是他个人的解读 他的挫败的方式 跟陈水扁完全不一样 跟正常的领导人物不一样 最重要的一个 重大的挫败 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你注意到没有 在民进党政府这一次里面 在这个政府里面 他重用了非常大量的社会运动人士 其中让他挫败的主要因素 叫做吴英宁 对不对 吴英宁的背后是谁 你知道吗 是陈其重 陈其重是不是应该为了失败负责 升官 升部长 高升部长 所以他用人事的布局 他固执到了 他不肯承认失败以外 还要跟进加码 跟你民进党的当权派硬干 然后争取他的提名权 所以他这个反向的操作的方式 董长的意思就是 蔡总统对于失败的解读 易于常人 所以他的自信不是假的 是真的有自信告诉记者 我会当选 想可以这样看吗 你要补充 你看CNN上面 第二段 他内部其实也有很大的困难跟挑战 因为CNN的记者都看清了 他在内部所面临的困境 他自己却没有看到 好 内部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蔡英文即便是他宣布要连任 难道内部党内 就没有对手了吗 有一个数字给大家看 这个礼拜出现的一个民调 谁最能够代表民进党出来 比较有胜算 赖清德38.6 蔡英文17.6 所以奉金姐 基本上你要问民调的话 民进党内 现在赖清德 即便这两个月他没有声音了 媒体也没有报道 基本上没有网络声量了 但是如果两个人来做 民进党内部的全民调的话 赖清德还是高的 但现在自从蔡英文宣布 我就是要连任了 那从此之后 党内就没有对手了吗 赖就不会出来了吗 定于一尊了吗 已经 党内会不会有别的对手 我不知道 但是就赖清德来讲 其实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 蔡英文表现的就是非常令人 无法理解的意志力 而赖清德其实在第一时间退缩 他跟他退缩的时候 他再接下来 就算有任何时间点想要推 赖清德出来 其实赖清德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站出来了 有关于蔡英文的意志力的部分 其实有一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刻 在11月24号 就是九合一选举选完了之后 没几天大概12月初的时候 有一次我刚好参加了一个场合 苏启前国安会秘书长他演讲 他还记不记得其实在李登辉时期 蔡英文跟苏启两位 都是李登辉非常重要的咨询委员 然后他们在两国论上面 两岸政策上面 其实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交手的经验 当时其实是整个民进党大败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蔡英文是不可能再竞选连任了 至少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认为蔡英文不应该季前连任 应该是赖清德 可是当时苏启就大胆地预言 蔡英文一定会寻求连任 她的个性绝不服输 所以她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 告诉大家说我失败了 所以我不寻求连任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那个共识 甚至于是一个竞争对手的理解 会比一般人都要理解的 来得更深刻 所以你从苏启的讲话 你看现在得到了一个验证 也正因为蔡英文表现了一个 极大的强制 强大的一个意志力 所以你现在在党内里头 已经没有人再愿意跳出来说 应该叫赖清德出来选 一方面 找不到时间点跟理由 对不对 现在 我觉得现在不但找不到理由 而且因为赖清德的意愿 让所有想要支持赖清德的人 都没有话可以说 如果你今天你赖清德有意愿 那我们大家挺你 一起往前冲 可问题是你赖清德 从头到尾表现的是消极 那你的支持者 怎么敢再去挺你呢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被蔡英文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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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收编完了 不要忘了他现在还是总统 他手上还是握有所有的权利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硬拱赖清德 那我就彻底的得罪你蔡英文 至少我不敢讲说 你没有办法竞选连任成功 但至少未来一年半 他的日子都变得非常难过 所以没有人会去应庭赖清德 而赖清德自己本身 我觉得他恐怕真心觉得 如果他要出来选 几率不太大 既然容易选输 不容易选赢 他走了一条最简便的路 那个简便的路就是呢 那既然这个蔡英文要选 那就让他去选 反正这是一个困难的 艰困的一个选局 那如果说我今天好好的 在未来四年当中呢 仰望说不定2024年 我还会有机会 可是我一直都认为 政治人物不去挑战困难的路 而去选择简便的路 都是自己堕落的开始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 其实过去这一年 有太多的民调 都去调查赖清德 蔡英文 在民进党里头 谁的声望高 赖清德永远都是比蔡英文 来得高很多 但我觉得最近赖清德的声望 已经开始微幅的往下降 那就是他的支持者也知道说 你并不想要出来 你并不想要扛这个责任 你并不想要走这一条困难的路 越往下去赖清德的这一部分的支持度 就越往下掉 就再也没有机会 不过等到2024 你看民进党终身派向 郑文 蔡林 嘉隆 这些人到时候还真的会让赖清德 就是那么幽灾就出来选吗 好 另外来就是 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 赖清德如果本身没有意愿的话 那很多要挺他的人 也失去一个挺的焦点 独派 我们来看独派还有一个消息 她说如果蔡英文 你不特赦阿扁的话 你2020就别想连任 但是这些独派在过去 可以拱个赖清德 至少他的声望是比 蔡英文 可能党内高一些 民调是高一些 那有个聚焦点 那现在赖清德也没了 看起来就是 就蔡英文了 那这些独派的喊话 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在我来看独派 其实是展现某一种焦虑 也许我这书呆子的意见 但是选举都是靠实力 如果你们支持独派的 也许董党那边 民调有详细的数字 如果那个数字不够多的时候 你光讲喊话有什么用 那不是跟黑帮一样 政治是讲究实力 所以我觉得 那个只是显示了独派 他们的焦虑呢 另外那个独派 他会有不了什么影响的作用 他会有什么影响的作用 如果他们不支持小英 难道他们自己推出候选吗 现在所有的民调里面 还没有独派所推出的候选 跳出来对不对 知道我们当然听到一些耳闻 但没有真正形成一个 像样的一个咖出现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去喊这种话来 只是威胁 但是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甚至于 这都不是叫猪队友 这根本就不是队友 只剩下是猪 不是队友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要看他们真正在选举上面 或者在民调上面 真正所谓独派实力有多少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是没有多少 所以听四位来宾的分析 感觉好像民进党 已经差不多定调了 就是蔡 2020 党内没有强力的挑战者 那就看外面 他面临的对手了 不过对于这一点 如果知道蔡是接下来 民进党绿营方面的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了 北京应该早就预料到 应该是这条路嘛 对不对 他早就预料到 应该是民进党就是蔡出来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大家也都分析 那蔡 接下来因为选举比较艰难一点 两岸的议题 是他必定会操作的 那北京如何建造蔡招呢 我觉得北京 大概说 从过去这20年 台湾民主选举 应该学到一个经验 就是你不要做猪队友 就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是蓝营獲胜的话 你最好不要有任何动作 所以我们也看到去年 他也是透过某种程度的 影响选举 有人问我说 到底北京有没有影响 我们的九合一选举 我说有 他们说怎么影响法 我说因为他军机不落台了 航母也不落台了 我说这就是影响 按照他过去的程序 那会提醒大家有这个印象 说他不断武力挑衅我们 那一阵子没有 现在又有了 可是我认为 到了我们越接近选举 他搞不好又停了 就是希望台湾的民众 或者台湾的媒体 没有再报道这个消息 不要有特别强的印象 那北京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因为北京忽然发现 蓝营还可能会回来指证 跟2016年的状况不一样 2016年我们跟大陆的 谈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说蓝营已经被打爬 起不来了 那他们要 要真的要跟 蔡英文 跟民进党打交道 他们会考虑这些 所以才会有很多 捕赫的东西出来 可是他们现在要是 捕赫讲得太强的话 那他们就觉得说 这样反而会 帮助民进党执政 那并不是表示 国民党没有机会 所以这个是 他们现在也在观念 做一个改变 他们认为说 国民党如果有机会 那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些 冒险的动作 也就是说去年11月底 九合一选举之后 一度 这个不管是共击 或者是共军舰 没有 他8月就没落了 有选后开始有 选后开始有 然后现在定于一尊之后 越明确 这些动作会越少 对 到选举之前会越少 那我另外一个重点 人物要问的是 柯P 是不是来一边 帮他们举个牌 柯P2020 到底选不选 yes or no 你怎么看 武董之前都是 比较含蓄 因为你跟他关系比较好 你就不太方便表态 你表态比yes 代表是他一定选定了吗 那富妮姐是有yes 后面还藏着一个no 就是10%的几率 10%不会选 90%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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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问一般路人的话 应该路人都觉得他会选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民调 为什么这么指示他会选 这是 这个礼拜出现两份 一个是电子的 一个是平面 对于相关的候选人 不断是有做 排序有做一个交叉比对 来看 韩国瑜不出来的话 谁与柯 柯文哲争锋 柯文哲出来 如果跟 蓝的 不管是王静明或者是朱立伦 他都赢 而且赢蛮多的 一个是40% 对上王金平的20% 32% 对上朱立伦的31% 但韩国瑜出来的话 柯文哲输了 那柯文哲如果是 在跟韩国瑜 是赖清德的组合的话 也是一样 有韩国瑜出来 柯文哲是输的 其他的话 38对王金平的19 31对朱立伦的30 所以不论如何 只要是韩国瑜 没有出来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都是赢的 但当中有一点不要忘记 柯文哲他没有说 一定100%选 前提是如果到了民进党 在做提名的时候 蔡英文的民调 民进党的代表人 如果没有超过4成的话 他就要选 那现在蔡英文应该 都是维持在2成5上下 所以在正式提名之前 蔡要拉到4成的几率 不高的情况之下 柯一定是选的 董事长你是这样认为吗 我觉得柯选的跟 因素是非常单纯 他主要就是看蔡英文 那蔡英文现在确定了 是蔡英文的话 那柯的 应该他也确定了 因为蔡英文要 慎选的这个路 还比较稍微遥远一点 他还要做很大很大的努力 是 那在这个2020选举里面 最重要的变数就是柯文哲 其实国民党反正一定会派人 那柯文哲有一个 选跟不选的可能性 那目前看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选定了 赢的几率非常高 说柯 柯英的距离非常高 柯最近泡打新潮流派一些 我引述一些相关的一些话 积月累积很久 他说现在只要听到那三个字 不是民进党 是新潮流 听到那三个字呢 就会过敏 民进党搞到这样的局面 他们根本就是国家的祸害 董事长对于这段时间 柯文哲跟新潮流之间 的一个对抗 你有什么 帮大家来解盘一下 我觉得柯文哲过去跟新潮流 我也不觉得有那么大的仇恨 奇怪了 我们最近突然间放这么多话干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周末还有 大家说那你是不是稍微示出一点善意 没有啊 他是我好朋友 对于新潮流呢 我还是觉得 他们应该没有什么好人 余天有接受吗 余天就是他去站台啊 周末的时候 有确定要站台了吗 柯是接受邀请吗 柯说他愿意 如果余天邀请柯他愿意去 那余天说在评估中嘛 因为这个柯去帮余天站台 会不会犯到蔡英文呢 这是另外 所以这是柯在切割民进党内部 目前的当权派是新潮流 所以他跟新潮流 保持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的话 就表示白绿不会合作 或是说柯文哲 不会跟民进党的候选人合作 可是支持者还是可以流动的嘛 所以到时候有可能 就是争取到绿的绿盘的支持者 但是跟当权派 把他打成坏人 打成黑户 这是柯的目的 对蔡来讲 柯比较头痛还是韩比较头痛 当然是柯比较头痛 我们民进党从来不怕韩啊 如果韩要出来选的话 民进党稳赢的啦 稳赢的啊 韩根本不是民进党对手 我们拿回来再请教一下董事长有什么样的论点 回来忙聊 台湾这很有趣喔 这民调最高的 没有说一定要选 但民调差的 现在都表态说要选 不管是有党籍的或无党籍的 张三振也说要选 我们来看 刚刚领先的当中 齐中基 柯文哲 四位来宾都说他选定了 那另外一位呢韩国瑜 韩国瑜在这个礼拜 刚好是有两份民调 一份是电子电视台的 一个是平面的民调 结果韩国瑜是通杀 如果比喻政坛是江湖的话 那武林至尊 现阶段就是韩国瑜了 来看相关的数字 谁代表国民党有胜算 认为王金平的12 吴敦毅的13 朱立伦19 韩国瑜21.5 有人说朱立伦在这一次韩国瑜的 韩流风扎当中 就是完全的受灾乎 因为本来是 他是看好度最高的 那现在韩国瑜出来选 不管是面对蔡英文 或者是面对赖清德 他基本上都是胜 而且把柯文哲 给拉到排序第二 而且数字是 还是蛮明显的差距 韩国瑜35 柯文哲28 37 24 对于这一点我想先提到 四位来宾 韩国瑜 四位看 如果是上个月 一个月之前 你问韩国瑜会不会出来 我相信大部分都说 很多人拱他 但出来几率没那么高 如果是他头脑不清楚 他就会出来选 一般很多评论也是这样讲 但现在这个礼拜 两份民调都显示 韩国瑜现在是 蓝营最有可能选上的 让拱韩的人 这个世纪大政 而且好像他出来选 越来越有正当性跟理由 必须要出来选 虽然说高雄人这一关 也有另外一份民调显示 高雄不太希望他出来选 这一关会不会过 等一下再来讨论 但您认为现阶段 韩国瑜他真的出来选的几率 有没有超过五成 有没有超过一半 Yes or no 现在 现在 如果现在问你说 如果明天就要选举 要决定的话 他有没有超过五成的几率 当然有 有啊 现在的 你的问题是现在 我说现在 初来选 对 初来选 现在初来选 否计你说不会有原因是 我觉得制度上面 他还存在了极大的一个 程序上面的大门槛 而且那门槛之高呢 其实很难跨越 第一个是呢 因为国民党的初选 是四月份就开始登记 然后五六月的时候 就会决定他初选之后的 这个人选 韩国瑜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是不可能去登记的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参加 初选的游戏 唯一就是被征召 对 他唯一的就是要等到八九月的时候 再被征召 所以如果说是四月登记 五六月初选出来的这一个人 那就势必不会是韩国瑜了 那如果不是他 接下来就还要再问 这个总统候选人 跟国民党党主席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不是讲说是吴敦毅 自己出来当总统候选人 而是吴敦毅曾经说过 如果他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话 那总统候选人 应该就直接就兼党主席 他言下自己 当然是要抛一个球出去说 那这样子 我就不要当党主席了 每个月筹那个三千万太辛苦了 你要当总统候选人 你自己去筹那个每个月三千万 某种程度是要把烫手山鱼 丢给那个总统候选人 好 可是问题来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情势也反而比较简单 也就是到了五六月确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 他自己兼任党主席的话 接下来第三个门槛 那他都已经开始起跑那么久了 就算他民调输 你认为会有任何人愿意退让吗 不管是朱立伦 王金平 吴敦毅 在那种情况之下会退让吗 他如果又兼党主席 又是总统候选人 他会自己让给韩国瑜吗 不管他的民调如何 所以他的最大门槛 其实反而在这个地方 即便民意的期待 跟他的意志是不一样的 他都不一样 是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是党主席兼总统候选人了 他不是单纯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可能是党主席兼总统候选人 但我设想一个情境 我觉得如果说 我是朱立伦的幕僚的话 我认为我会建议他 在五六月成为总统候选人 之后没多久 他就宣布 九月 某一个时间点 如果我的民调 没有办法赢我的这个对手的话 我就征召国民党最强的人出来 我认为他这样的宣誓 对自己其实是好的 有个高度 是 可是会不会这么做呢 我觉得不会 这就是 我现在公开 这才是关键啊 对 这就是我认为韩国瑜出来的 最大障碍 而且这个障碍 会把国民党整个选举呢 搞得乌气骂烟的 好牌打成烂牌 是 因为本来 如果说今天是到了九月的时候 大家都非韩国瑜不可 而你总统候选人坚持不要韩国瑜 你就形成了跟民意相结抗 那选到底也是输 那可是那个时候 如果不争 如果征召韩国瑜 韩国瑜也失去了那一个先机 我愿意为全国人民服务的那个先机 所以这个情况会让他们双输 所以我才会这样建议就是 如果说当时他做了这样子的 如果说 当然这是未来 希望他也能够看到 希望大家也能够建议他 如果说到时候他做这样的宣布 朱立伦因此民调上扬 对朱立伦是好事 朱立伦就算民调没有办法 因此赢过柯文哲 而要去征召韩国瑜 那么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高度 也比较漂亮 他终究今年才只有五十几岁 是 好我们来看 有人说韩国瑜之前去巴伊岛 修了一次度假之后 回来之后有修到不太一样的味道 这是之前他说高雄是经济100分 政治0分 但从他好像去巴伊岛度假回来之后 对于政治语言 尤其对于两岸的谈话 被媒体转展的报道是越来越多了 也就怀疑他说 是不是真的被基层一开始拱他的时候 很多基层开始拱他的事 但是为了拱韩国瑜逼四大天王表态 或者是党内初选 你赶快定好游戏规则 但现在看起来民调韩武林至尊 好像他越来越有机会了 翔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有人说他之前去度假回来之后 对于两岸的话题 发表的越来越多 也在为自己铺路铺梗 你刚刚也举yes 这一点算是有关联的吗 我感觉是 是因为在过年前后 就春节前后 我们有很多同学都从大陆回来 在美国上班里 常常去大陆出差的 甚至是长居大陆的 然后有很多我们碰到面都问他们 那事实上也是他们碰到面 他们就主动问我韩国瑜在国内 在台湾的这个生死如何 所以我嗅到了不同的感觉 尤其在大陆常居的同学或者朋友 在大陆是一个媒体的环境 是一个封闭的 他们所感受到的那个气氛 跟我们在台湾这么一个多元 而且是开放的环境不太一样 他们都一再的讲白了就是 支持韩国瑜要来选 至于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正当性 我们刚刚提到的正当性 高雄的选民会放到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问题 其中有一位同学就跟我讲说 这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一点都不是问题 高雄选民就可以说 那个数字是56%都不希望他去选中的 高雄的选民他们已经替他抢了一个论述 就是说高雄的选民认为说 韩国瑜在高雄替我们做市场 可以帮我们争取权利 帮我们争取利益 他如果到中央去 可以帮我们争取更多权益 有什么不好 那不占成就不应该 那不占成就不应该56%这么高了 这会演变 我刚刚讲 被演变 对 我刚刚讲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帮我想出的 那我们这不是帮我 就帮我们大家想出这么一个论述 那还有这么多人帮他想这些论述呢 56%的人不希望他去选总统 但是56%的人当中 还是有很多人要投他当总统 就我不支持他去选总统 可是他选了 我到时候投不投给他 还是投给他 一个平面一个电子的民调出炉之后呢 整个媒体舆论讨论度跟整个氛围 所以又感觉拱韩好像更具有正当性了 韩西哥根本没有这个勇气出来选总统 你这样认为 他没有那个本事出来选总统 你放心的 这个完全是潘恒旭在炒作新闻而已 因为总统要有格局你知道吗 韩没有到总统的格局 物超所值嘛 所以韩出来选总统是民进党最喜欢的一个对手 韩根本没有不可能嘛 差太远了啦 那又何旭这段时间 那个府运不断的围攻他呢 对 那是因为要增加自己的力量 最重要就是 你说打海是为了增加民进党自己的力量 当然 不是因为拒韩 没有最重要是你现在讲的 巴厘岛回来这个东西 巴厘岛回来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应 你知道吗 那我讲不客气的讲法 我认为是在巴厘岛的时候心情不错 突然间有人托梦给他了 然后他就回来开始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有意义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总统的国际关系 我们去想一下我话点到为止 因为他是在国民党内唯一有 这个话语权的人 这个有话语权的人 突然间回来把台湾的求恶公司定谋定调 你知道吗 这帮南军定调这个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重要事情今天 朱立伦不肯做 这个吴敦一不肯做 因为他有话语权 因为他有话语权 因为他说也没关系 所以有人建议他做这个事情 谁托他的梦 那我们不要再谈 再往下去 因为是推论就太阴谋论不好 但是他要去大陆嘛 这是他去大陆的通关密码 讲白一点嘛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一定会出来选呢 你刚刚举yes 不是我刚刚说今天 他说今天嘛 他今天如果再给他三个月时间 他不敢选了 原因 你觉得他民调会掉 他不是 他因为进入 因为说会走到一个 所谓的总统PK的 那个程序里面去的话 就开始比较了嘛 因为比较民调会产生变化 好 那个刚才董事长有特别提到说 这段时间 府院党对于韩流的批评 是增加自己的力量 我给大家做一个 一连串的一个 综合看一下 蔡总统就对于韩国瑜酸的 就说我突然觉得 好像多了好几个陆委会主委 所以他说不要为了赚钱 就丢了主权 然后还包括了陆委会主委 就说你去大陆推销 农鱼产品不准签任何的协议 总统府的发言人 黄崇雁说这个 当时韩国瑜开直播 是根本喝醉酒 只会喝醉酒 讲醉话的土包子 那韩国瑜还要办包子大赛 这重点来讲 蔡总统对于黄崇雁讲 韩国瑜是土包子这个事呢 媒体又继续追问蔡总统 蔡总统说 这是黄崇雁自己讲的 他自己会处理啊 副营先生你怎么看 所以黄崇雁讲的话 然后总统的回应 其实这一些人 他们之所以要去批评韩国瑜 我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像行政院长苏贞昌 那么他这个在柯文哲 去批评慕兵制之后 然后国防部长回应了柯文哲 苏贞昌还说 国防部长不需要去回应地方首长 可是他自己挑出来去回应韩国瑜 你看这个逻辑非常的有意思 对不对 就是国防部长不需要去回应台北市长 但他自己去回应高雄市长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如何的把韩国瑜 当成一个重要的人士来看待 可是 可是刚刚董事长说 不把韩国瑜当看在眼里 每个人用选举 可是打韩市府院长的策略 这当然有每个人的考量点 但我这边也要去凸显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TBS做了高雄市民 到底喜不喜欢高雄市长 韩国瑜去选总统 ET TODAY也做了这个民调 我们通常没有人去看 ET TODAY的民调 ET TODAY的民调也是51% 他的这个数量就非常的大了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 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重点 我觉得重点是 其实我不认为他们 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阴谋论 说穿了就是韩国瑜声量大 但你只要回应韩国瑜 你自己的声量都跟着提高 所以你不是只有自己的 你不是只有回应韩国瑜 你会把自己也一起拉抬高 你就从新闻操作的角度来讲 他是网红 我只要蹭了网红 我自己也变了网红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开始 是因为这样的声量大 可是慢慢慢慢的 已经开始有一些阴谋论就出来了 虽然我并不觉得 这是一开始的想法 阴谋论就是认为说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韩国瑜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 其实是有很大的门槛障碍的 而这个门槛障碍 他们判断到最后 没有办法让韩国瑜出来 韩国瑜既然最后没有办法出来 我现在全部都去拱韩国瑜 而结果出来的任何一个人 对国民党来讲不都是二军吗 那我来对二军总是好打的都 我也可以把国民党的所有的其他候选人 全部边缘化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才是为什么 大家说我对的是二军 就不用那么费力了 对 这就为什么我会建议说 其实对于朱立伦也好 王津平也好 如果他们能够有那样子的一个高度 他们会改变自己的形象 改变自己的形象 对于自己是有利的 而对于国民党的大局也是有利的 3月是柯文哲要去美国 他还会去华府 4月份韩国瑜要去美国 不会去华府 他会去华府演讲 老师你来看 因为华府对于韩国瑜 相对应该比较陌生 华府怎么看韩国瑜 我觉得当然华府 因为过去完全不太熟这个政治人物 所以一下串起来 当然想了解一下 那也要从他口中听听看 他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那我们也看到 包括哈佛大学也要请他 我觉得美国人大概是认为说 如果他今天万一成为 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或者会有可能赢得2020选举 美国也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要对这个候选人有些了解 其他的人 大概美国了解程度都够了 那柯P现在也慢慢的有认识 那不仅是在美国 我们看到在台湾 包括AIT的也要去了解 我们这些有可能当选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大概 这是美国的一个操作 他希望是能够 从你嘴中听到你的政策是什么 那好让我能够 有些比较主要的判断或者回应 甚至光是从字体语言都可以这么做 我相信美国现在是 还是比较喜欢蔡英文的 所以你看蔡英文跟美国谈话的时候 他也知道美国人喜欢他 所以讲起来特别开心 因为韩国瑜是听九二共识的 对于某种上来解论就是 你可能对于 比较相对蔡英文是 比较轻忠 就很奇怪 轻忠是对于美国国家 本来的利益就是 所以我觉得美国比较奇怪是 他一向希望两岸 和平 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 但他不希望我们签和平协议 签你就不跟我满武器了 对 所以这个是美国常常自己矛盾 那我以前有跟美国人谈 我说你们不是希望我们维持现状吗 那我说现在就是在维持现状 可是你们如果跟大陆改善关系 也是破坏现状 就说你不能跟大陆关系太好 那个就是改变现状 所以现状是由美国人来定的 那我相信美国还是希望 在台湾方面 他的话语权比北京要多得很多 甚至比我们台湾人都还要多 他的现状是在当中 美国的利益不能够受到任何的损伤 对 那和平协议这段时间也成为了一个话题 就是吴敦英如果他说重返执政的话呢 在确保中华民国尊援跟独立自主的主权之下 还有维护中华民国的权力潜力之下 愿意跟大陆来签两岸和平协议 那当然蔡总统跟绿营方面 当然不会说是一个国民党主席可以做的事情 那行政院就说 将针对于两岸签署任何的协议 要进行一个双公投制度 就是你签之前 你要全台湾公投同意的 你才去签 签了之后呢 这内容你要再公投一次 大家通过才会有效 那吴敦英提出这一个东西 现在你怎么看的 翔哥你看这个事情 确实是有媒体在做相关的报道 有版面的 所以吴敦英之前没有什么新闻报道 不过这个话题抛出来之后呢 他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他要再次拿回 国民党本来对于两岸之间的话语的主导 是和平协议这个议题 我们在学校也常常讨论 当然你从全学历来讲 不是和平协议签了 两岸就一定有和平 但是和平协议这件事情是应该去谈 甚至应该先去谈 怎么将来怎么谈 那吴敦英提出这个 我觉得也很简单 因为他现在民调非常低 他创造一些议题 然后做一些议题设定也非常合理 那绿营呢 为什么这么的抵制呢 当然就是说希望是我们政府来谈 我们绿营来谈 我们执政党来谈 不是你们这个在野党 你们这个国民党去谈 所以说我可以谈 而且蔡总统事实上在今年元旦讲话 以及1月2号 习近平在那个对台湾 告台湾军民同胞出40年今年会上 讲完话之后 蔡总统不是马上又回应吗 两个不接受 他一再强调说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啊 两岸也可以坐下来谈 蔡总统一再谈 两岸可以坐下来谈 他的重点绝对不是说站起来谈 不能坐下来谈 绝对不是站起来坐 而是要谈嘛 他谈什么 当然也是谈跟和平有关的这些协议 所以要谈这件事情 大家想法是一样 蔡总统意思是说 你不能来应许谈要我们来主导 我们来谈而已 不过面对像韩国瑜这样一个寒流 吴敦毅这两天的说法也不太一样了 也很巧 就在媒体公布了民调数字之后 吴敦毅吴主席的说法也稍微做点修正 征召不是假的议题 也就代表说不排除 要推最强的候选人的情况之下 会征召 吴敦毅这样的一个稍微的改变 你怎么看 他放弃了总统梦吗 他们要考虑我能够参选 也要考虑万一我实在是不行 就像刚刚奉行讲 实在不行的时候 我要再得到一个好印象 或者造成这个 不要造成党的分裂等等 所以他要考虑像这种情况 他放入这种话之后 大家对他的印象会变得比较好 然后也可能增进党的团结 但是还没有到一定他要放弃 现在讲还太早 因为刚刚奉行讲的几个程序都很重要 3月4月初选 5月6月等等程序 这几个程序的大的门槛要跨得过去 如果这几个大的门槛跨不过去 韩国瑜就出现不了 那吴敦毅还是很有机会啊 所以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就放弃 但是他说讲一些这样子适当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得体的 还没有到放弃的时间点 讲这些话也同样具有高度 这个对他来讲是何乐而不为呢 有人说媒体有些故意 做民调的媒体 之前在做相关的候选人的时候 没有把吴敦毅放进去 实在太不给面子了 等一下我们回来 董事长在这边 带来了一个最新的媒体导电子民调 下个礼拜要公布 在我们节目当中 抢心告诉大家 如果蓝营 要做自己的相关人的 全民调的话 数字会是如何 稍微回来公布 到底蓝营部分谁会代表国民党出现 到底谁胜选比较有机会 好董事长 这个媒体导电子把民调做了一个最新的数字 那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相关的数字当中 都没有把吴敦毅放进来 你比较够一期 你把吴敦毅放进来 但是吴敦毅放进来 1.4% 看上去真的跟其他人比较起来 还不如不要放 还真的不如 这张看的数字难过 来看韩国瑜29 朱立伦15.7 王岐平11.1 盲英九5.6 胡敦毅1.4 这是下个礼拜 你们做的最新的国政 禮拜一要公布 你对于这份民调 有没有哪些特别资料 我们可以做进步的分析的观察 第一个韩国瑜超强 韩国瑜超强 超强的超过我的这个想像 你们的方式就是 像国民党中正在所要求的 国民党内部的 蓝营的全民调的做法 我认为说这个事情 对朱立伦伤害很大 这个民调的朱立伦伤害很大 朱立伦太低了 朱立伦本身 不应该那么低才对 我怎么想 我都认为朱立伦应该跟韩国瑜 在误差之类 因为朱立伦他有一个 累积了几十年的 那个台湾的社会基础 突然间被这个新闻一炒作 媒体一轰台的情况之下 变成这种数字出来 我认为有点 有点是新闻的效应 这是你们做的民调中心的 全民调的一个方式 如果采取的是 像吴敦毅所希望的 三成国民党的党员 七成民调的话 数字 根据你过往的经验 会差很多吗 我认为数字会趋同 趋同 趋同 过去的经验是 最主要是因为韩跟朱 差了这么大的话 这个结果应该不会差距太大 除非说未来的 三四五月当中发生很多 惊天动地想不到的 我要补充一下 民进党的初选制度 是怎么执行的 让它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协调 民进党中央有一个非常 有可靠的民调中心 所以我们自己会去做民调 做完之后 然后不公布 让各个候选人私下看 候选人也会去做 做完大家都认为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数字 所以说这个数字最后 大家知道了嘛 可是顾及你的面子 我们在先协调 为什么把那个一放在那边 现在民调公司不管这个了 所以党中央在操作这个初选的 这个 第一个过程叫做协调 协调不成 裁办初选 然后初选最后的结果 还有再分成所谓的全民调 或党员投票 它有分成三道程序走下去 再跟他奉心讲的就是说 他协台中市就是协调不成 变成用全民调 然后就放弃了党员这个部分 走到第二阶段 就定了最后的这个候选人 所以国民党也是一样的方式 也就是说 所以他这个征召是有道理的 但反应不太一样 反应的话就很多要求 不公布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 国民党没有一个 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吴敦毅 丢出韩国瑜这个议题的时候 让人家感觉是要来砍租嘛 是要呼吁来 是卡租用的 并不是一个公正的一个政治处理 四位来宾 我直接给你请教 既然董事长带来了一个 最新的民调定制民调 排序是如此 我请教四位来宾 五个月之后 也就是国民党 自己完成了内部提名作业之后 你认为 到时候会是谁代表国民党 帮我们填一个板子 你看吧 怎么看 老师认为是朱立伦 董事长你 我放弃 放弃 对 大家都说朱立伦 老师你的看法是 因为韩国瑜没有宣布 我也认为说 他到未来这段时间 如果外面 譬如他去访问星马 去访问大陆 去访问美国 如果真的要有人帮他要造势 那这个又不一样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没有一个特定的媒体 一直拍 一直传他新闻的话 我认为朱立伦应该是比较有机会的 因为相对而言 朱立伦的行政经验等等 还是比较好的 那可是呢 现在就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 譬如说深蓝的阵营 在美国那些侨胞 到时候他去访问美国的时候 造势造了很大 什么摆一摆桌 然后有个电视媒体就传播回来了 然后我们中午吃新闻的时候 刚好是洛杉矶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哇 这些新闻就来了 那这些当然会让台湾的 这个一般深蓝的民众 蓝的蓝英民众 会觉得说 欸 会不会要换 这个才会 如果说没有这些造势的话 我认为还是不一定会 这个蔡振元有讲过 类似相关跟你一样的论调 就是说 如果到时候 韩国瑜真的去哈佛演讲 博得满堂彩 那段影片回到台湾 点阅次数 如果超过一千万人吃的话 国民党别无选择 就只能欺骗 韩国瑜了 但那个就是已经变成是说 包括刚才奉行也讲到 就是国民党里头 也有一些终身奈德 选要选立委 他们会认为韩国瑜 挂在前面对他们有利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三位 四位来宾当中 吴董事长放弃他的一个选择 但其他人都认为说 如果说 按照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代表党内出现的话 应该是朱立伦 我们就放在这边 代表是朱立伦 我们来一个大预测 到底谁会出来做PK 做一个组合 但目前为止 表态还包括了谁 包括了张善政 他这礼拜也宣布 他要选总统了嘛 吴董事长期当中 还包括了郭备宏 还没有正式宣布 那这 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状况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贴上去 蔡英文宣布了 对 蔡英文宣布了 都忘了把他贴上来这边 好 所以我要问那耐心的事 完全不用考虑了吗 没有意见 好 拜拜 那我就先再请教一下了 因为刚才讲到的是 国民党内的初选提名机制 就是完成为止的时间点 三位当中 四位当中三位说是朱立伦 但另外一个变数 当然就是韩国瑜 还有柯文哲 还有柯文哲 那如果说到时候 国民党内出现 朱立伦是按着游戏规则出来 但是民调 就像刚才峰英讨论的 还是没有赢他的对手 柯文哲 或者是蔡英文的话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韩国瑜的声势又不坠 的情况之下 韩国瑜跟朱立伦PK 到底谁会是来赢真正 出来选到最后的 翔哥你怎么看 我认为是韩国瑜 韩国瑜 你刚刚前一个问题是说 五个月以后 有刚刚奉心在前一节 讲的所有的程序 我相信以吴敦宜现在担任 贾丁他还是 事实上他也是主席的话 他不会破坏这个制度 如果按照制度 把这个程序走完 那就是朱立伦 如果你现在问我说 最后谁会代表国民党 很大胆绿色 当然还有那么多的变数 我觉得韩国瑜机会还比较大 所以呢 到那个时候会出现 像前两天讲的征召啊 等等这种情况 就会出现 对比式的PK了 但在五个月之内 五个月之内 按照程序走完 那应该是朱立伦 那这两位呢 四大天王当中还包括了 马英九 马英九其实不用考虑吧 马英九不用考虑啦 马英九 王继平跟吴敦宜 三个是完全没机会吗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四个人 排开了站之后呢 到底穿着打扮 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啊 我们特别结了一下 因为他们穿上了同样的 国民党的蓝色T恤 有人说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就没有具备网红的特质 也就是没有具备寒流或者是柯P 在清明的部分 跟年轻人互动 跟民众互动的部分 没有具有吸引人的个人charming personal charm 他们是没有的 这四位一次排开来 如果说他们包括心里面 心中都还有一个梦 希望有机会2020的话 那势必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 重新塑造他网红特质跟清明的形象 请教一下凤馨 身为一个女性观点 你看这四位男士 还有没有突破改造的地方 跟他们的外表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外表无关 跟他们的外表无关 其实你只要这个人格特质被喜欢了 我请问一下韩国瑜那个穿着 算什么样的穿着 其实韩国瑜的穿着 没有什么特色啊 应该有他的特质啦 但有说特别的符合网红的特质吗 其实没有 那我又请问你馆长他的穿着 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特质 其实就是你这个人被喜欢了 你的穿着背后全部都被喜欢了 那他们四个人 现在没有具备被喜欢的特质吗 是 我觉得韩国瑜讲了 很久都去做卖书的店长了一天 网路上还不错啊 卖萌并不能够成为大家喜欢你的理由 每一个时代 其实都会有时代上面所需要的 那一个特殊的这一个偶像 其实在这个演艺圈也是如此啊 偶像都是一时一时一时的 这个时代所流行的 可能是像蔡依林这样子的一个偶像 可能下一个世代 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像周子瑜这样子的一个偶像 那我觉得对于 对现在来讲的政治人物来讲 所需要的偶像 韩国瑜讲了一个唯真不破 我觉得对 所有人都必须急增 非常的增 至少民众要觉得你讲出来的话都是真的 嗯 你不是有所掩饰的 这四个人我们坦白说 都有一些掩饰 越是想要掩饰自己 越是一天到晚为自己变白 一天到晚自己说自己多好多好 然后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没有缺点的 他的民调最低 你不觉得是如此吗 就民众并不喜欢你玩 很多很多包装的游戏 嗯 你干脆真实的面目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嗯 第二个是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枭雄 四位没有枭雄特质 你觉得四位谁有枭雄特质 嗯 好 对你的犹豫就已经出现了出来了一切 我在想到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枭雄 当然这个时代非常特别 2000年的时候不会要枭雄 2008年的时候不会要枭雄 嗯 可是此时就是要的是枭雄 因为觉得全世界都在乱局当中 嗯 台湾在这个乱局当中 谁能够带领我们突破这样子的一个乱 这就是为什么枭雄在这个时代被需要 嗯 我觉得他们四个人 很不幸的是在这个时代里头 不具备那个枭雄的特质 所以每个时代需要的英雄不太一样 对 嗯 谁能够让自己越接近那一个 带有一点点流氓气质的枭雄 我认为谁就能够真正的突破 他的人格特质上面的障碍 所以现在中规中矩相对来讲 在网络世代当中 没那么受青睐 如果 请问一下翔哥 如果你是朱立伦的话 嗯 这现阶段五个月当中 基本上如果秉住韩国瑜 你基本上在蓝英当中还是属于领先者 但你要怎么去调整脚步 让你能够继续走得扎实 至少你在国民党这些关系要先出来 刚刚奉进你讲到他 唯真不破嘛 要讲真话 他要讲真话 人家就会喜欢他 不要 而且我认为他过去在那个 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换柱的那个事件 对他伤害非常大 虽然他的民调 虽然现在离韩国瑜 算是比较最接近的 但是呢 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力量非常强 所以支持他的人当然也有 但反对的力量非常强 他要想办法把这一关要突破 他要解释说明 取得那些人的谅解 才能得到更多的人来支持他 关键很多人在评论说 吴敦宜现在还在以拖待变 尽量看看他民调 有没有拉起来的机会 是 你认为到六七月之前 还有什么关键会让韩国瑜退烧 或他自己拉起来吗 我看不到 看不到 简白讲我觉得吴敦宜应该是助局了 这是我的看法 很抱歉啊 虽然也有很多朋友 大家共同的朋友 但我认为他应该是机会非常小 当然有点情何以堪 因为他替这个国民党做了这么多事 而且按照国民党过去的习惯 你又募了这么多的钱 维持这个党的经营 然后又胜选 又是党主席 2018期胜选 这些人都踏步了 对 理所当然 你就应该选党主席 但是现在 凤敬刚刚讲了 我也赞成了 这个时代 以前我们年轻小孩 时代考验青年 时代创造这个人物 这个就需要一点流氓气 而且我认为流氓气的这种特质 这样形容有点粗比 就是要有一点 怎么讲 也许比较好 要像这种气质 在任何时代 我认为都是需要的 尤其在大的变动时代 大家需要有变动 太传统的 太这个 这种形象的就很难 像你刚刚讲的衣服的 我可以补充一点 那时候我们在管理学上 叫hygene factor 意思就是说 他穿的打扮更好 也许呢 可以给他加一点分 他打扮 打扮得再好 也不会帮他加多少分 他如果穿的像这样子 那个腰带那么高 T恤塞到裤子里面去 其实就是减分 所以说那个人格特质 有点跟这个时代的 这个气息是不太配 我倒觉得穿上衣服 还好了 柯文这每天都穿着 还挂个眼镜 大家人红 他就会什么都OK 什么都OK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好像那四个 我不晓得你这个 是不是刻意找的 好像有两个人 是非常深蓝的 一个是稍微蓝 然后有一个 朱立伦 我们找不到他 我们找不到他 穿这件衣服的照片 大家可以找一下 有点暗示 我的意思好像 是不是他们故意 这样子穿的 然后有人要去巩固 深蓝的票 有人是想抓浅蓝的票 我简单再问一下 问董事长 因为你刚刚稍微 早一点的时间提到了 如果韩国一出来 民进党反而最高兴 你知道吗 我们再多琢磨一点 为什么 你认为他真的会退烧 韩国瑜的 选战到打到最后 会变成第一个 会打回基本盘 会打回基本盘 还是蓝绿 这个 这个大盘还会 直接蓝绿对决 是第一个基础 然后再来就是蓝绿 百三个的分 那个票的分布状况 你现在看韩国瑜的 几次的民调 看出来他有个特质 他的支持的 这个支持者的特性 还是以蓝军为主 还有第二个人 他年龄比较大的 就是蓝军的特色 朱立伦的特色 都是一样 他们你看苹果也好 TVBS也好 包括我们 我们的招待分析 我还没看到了 都是跟柯文哲来比的话 柯文哲大概是45岁以下 为主要的支持群 然后韩国瑜的话 大概是50岁以上 为主要的支持群 当然韩国瑜里面 可能还带了 比较有大量的 所谓的这种 中间选民的部分 因为这两 最近的一个民调 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说 因为2018的这个选举结果 讨厌民进党的元素 依然存在 所以国民党本身 得到了一个加分 一个加分 国民党支持度 现在大概在35个百分点左右 赢了民进党大概10个百分点 这个就是整个大胜的余威还在 所以他整个蓝军的盘 跟表态率都大量提高 因此现在你看到的就是 韩国瑜是这中间 最大的工程之一 所以以这个年龄来分的话 韩国瑜的年龄成为比较老化 这个柯P的话 会比较年龄比较轻 柯P的年龄轻的部分 就是所谓中间选民 所以这个部分 蔡英文也拿不到 蔡英文拿不到 但我认为到最后 崩到最后的情况之下 台派会出来整合一个大的团结 台派会出来整合 其天山大事 也就是说到最后会变成一个 台派会把蔡英文 跟柯文哲之间做一个处理 这个最后会出现这个情况 天山大事有一个文章报导做分析 因为这个选战到了最后 其实会打到关键点的时候 还是会蓝绿归位 因为 中国大陆的因素 蓝绿白啊 蓝绿白 三方面 蓝绿白 没有白的空间会被压缩很多 因为到时候变成是 轻中反中 会是最大的主动 这样讲好不好 我们这种总统大选的决胜因素在哪里 在中间选民嘛 对不对 因为蓝盘也不够啊 因为蓝的盘也不足以赢啊 所以蓝盘一定要跨越到白色的这边 吸到白色的票才有用嘛 就中间票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嘛 蔡英文要赢的话 光靠绿军基本盘也不够啊 还是要中间选民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如果 所以柯文哲一下来之后 大概是对绿军就是出现很不利的情况嘛 可是因为我有被交代 民进党员不能讲总统输了 所以我现在 哈哈 来我们看最后的总统大选的选票上面 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 张善政已经宣布了嘛 柯文哲四维都说一定会选 那绿的话定于一尊就蔡英文了 蓝的部分呢 如果没有韩国瑜因素的话 按照正常游戏规则出来 应该是朱立伦 韩如果出来的话 刚刚像翔哥就讲说 那搞不好 韩国瑜的距离就比较大了 到时候选民单上面 会不会真的是如此 2020大选预测 观众朋友自己心目当中 也有一把尺 如果主持人现在逼四位来宾就表态 也怕砸了他们预测的锅了 好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在五六月之后 又出现更细律性的变化 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回一篇一刻马上回来 这个周末除了台湾很多人 跳出来要选总统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国际一件关注 就是美中贸易 这第七轮的谈判 目前正在华府登场 当中刘鹤他上一回去的时候 大家印象深刻 跟川普之间的对话 不管是口误或者是无形听错 但重点当时川普讲 我没有见到习近平之前 不会签任何的字 但请教老师 这一次刘鹤多了一个身份 他是习近平的特使 特使是不是代表本人 应该是这么讲 美国也常常派特使去解决 譬如说叙利亚的问题 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但毕竟特使还是不是本人 当然你可以转达他的意见 大家会重视 我最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 彭斯副总统 跑到柏林去参加这个安全会议 他说我代表什么总统 这个川普 就大家一阵子沉默 没有人鼓掌 但之前他讲到其他的人 讲到譬如讲到共和党参议员 Lindsay Graham的时候 大家还继续拍手 結果彭斯大可也觉得不对 他只好继续讲他去了 因为没有人拍手 你看川普在国会演讲 民主党不拍手 还有共和党 他说你这边搞了40几个共和党的人 连自己的总统都不拍手 所以这是很尴尬的 所以你作为他的一个特使 代表他去 但是大家如果不喜欢你还是没有用 那我觉得现在的当然 刘鹤的状况不太 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川普个人每天到晚 一天到晚都说 我可以跟习近平打交道 但是他不急于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我觉得脱一阵子 也表示说我今天不是这么快 就被骗了 我可能还有更多的议题要讨论 我觉得对于美国政府来讲 即使再延也不会见得是一件坏事 我们一般人看这新闻相关 出来的讯息就会想说 因为你川普说 没有见到习近平你不签字 那就派刘鹤多了一个特使的身份 更能够代表我习近平 那川普是不是就应该签了呢 那如果说已经预料到说 美国可能也不会说 你还是不是习近平的话 那北京又何必再挂一个title 特使给他呢 我觉得就表示我们的诚意 特别是我们最近看到大陆 就是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 或者说对未来他们自己怎么样 针对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都表达非常强烈的立场 那你作为一个总统的特使 特别去强调这些 当然上次我们看到川普是听错了 他要采购大豆的这个数量 可是毕竟我们看到是爱荷华州 美国第一大 第二大的 产大豆 产玉米的州 这些都是大陆要进口的州 那这个州上一次输得很惨 共和党输得要蛮多的选票 所以当然共和党会重视这些议题 所以今天有一个特使来 他们可以让川普政府 对这些失去的选票 这些农民 稍微有些说法 有些说法 有些交调 那封建王先生跟你请教 大家关心的是下礼拜一 开盘之后会怎么样 因为当中看到川普特别讲 我们这个东西还在谈 但你人民币不准贬值 你人民币不准贬值 当然人民币是之前北京 相对于抵消它加税之后 造成的一个扩作力 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之一 很多彭博社 彭博社去访论很多分析师 29位当中18位认为 这一次美中贸易可能 最后的结果是暂缓加税 就像媒体报道的 可能延30天 60天都有可能 但最终难以避免 最终还是会加税 而且%数可能 这是美国的一个工具 5% 10% 15% 超过大家手上 甚至25 甚至他这个 谈判的一个筹码了 那人民币可不可以贬值 这个东西 你觉得接下来怎么观察 我前一阵子刚好访问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刘尊毅 刘教授 刘尊毅教授 他自己担任 Stanford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40年的时间 他同时也是北京很重要的 经济顾问40年 就从美国跟中国 他们建立关系之后 他就是美国第一批 访问中国大陆的学者 然后当时北京 就非常的重用这个刘尊毅 刘尊毅他自己做了一个平息 我后来发现 其实他里面所讲的 那一整套的理论 北京的所有的 负责经贸的官员 是常常朗朗上口的 不管是这个李克强 或者之前的温家宝 谈论的话其实都相似 那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要知道中国大陆 虽然我们觉得 他出口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跟各国的贸易关系 都非常的大 但你知道他现在出口 占他的GDP的总比重 其实并不高 以台湾来讲我们是五六成 但是中国的话是不到两成 所以他的出口 占他的总GDP的比例 其实并不高的 而且您不要忘了 他现在腾龙换鸟 腾龙换鸟要以自己的内需 就像跟美国一样 全世界对出口贸易 那么依赖度最低的 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 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 这个情况就够大 那因此腾龙换鸟 要以内部的消费 然后来取代出口的成长的话 我进口消费 要能够大幅度的成长 我的物价不能够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我必须要让人民 有能力可以消费 更不要讲 我现在经济要升级 要转型 我必须要采购很多的机器设备 所以人民币跌的后面不大 其实人民币贬值 对他们不利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是人民币贬值 对中国大陆 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你不需要 川普来要求 其实中国大陆 就不希望人民币贬值 均匀一整年 人民币的贬值 其实你会发现到 过去这两三年 中国大陆做的最多的事情 是管制资金流出 他对于资金流出的管制 做得非常的严格 台商叫苦连天 他们在那边 所有的资金 几乎是动弹不得 没有办法汇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 当你资金外流 就会使得人民币贬值 所以他们本来的政策方向 就是人民币绝对不贬值 而且还要做储备货币的 而且他们还说了 说不贬破期 所以你看他的整个 不管他现在的经济利益来讲 或者是我一旦贬破了期 资金外流的速度 可能会更快 以至于他会失控 还有你刚刚讲到的 他希望做全世界的储备 储备的这个货币 作为储备货币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别人可信任你的货币 够强 万一你一段 不断的贬值 我现在买了你 隔了十年之后 我只剩下一半的价值 那我怎么会愿意 哪里做储备货币呢 所以你从几个角度来看 不纯粹是因为川普的要求 我觉得这符合北京政府的 他们的这一个 这个自己的内部的需求 而美国的要求 正好可以让北京作为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告诉所有的出口业者 美国不能够让我们贬值 所以我们不能够 让人民币贬值 对于川普来讲也是啊 他没贬 还不是我讲的 功能还是我的 对 我们来看当中有个观察点 就是华为事件 本来就想说这个中美贸易 谈判越演越烈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难了 但是川普 特别在刘鹤访美之前呢 推特发了 5G的关键技术 美国不会封杀外国业者 请教一下 翔哥 为什么川普的态度突然 感觉有些改变了 而且包括了 像是英国 现在跟德国 对于5G的基础建设 对于华为 也开始出现转向 我们现在太早来论断 稍微有点早 因为华为到底也不是吃素的 它是一个跨国性的公司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它在世界各国呢 也有它的公关 或者外围团队 也有它的媒体喉舌 来帮它讲话 甚至来帮它运作 所以我相信川普讲这个话 很可能川普从企业界 甚至说不定 他的女婿Kursner 等等从企业界传的话 就是说 现在呢 也许我们不要做这么政治化 而且从技术上来讲 华为的确是现在 全世界这几个大的 通讯设备制造商 里面最领先的 我们看一个国家 或一个基础 基础建设 我们是看诺贝尔讲 基础的科技的发展 若到科技这个程度 是看它的专利 华为在5G的这个专利 里面有两个特殊的领域 基础名字从不讲 它差不多是占到 百分之七十几的专利 而且现在是唯一能够 马上可以供应现货的 所以对于很多 你刚刚讲的那些国家来讲 他们本来都准备要来 部件5G的这个网络了 都已经准备选择好华为了 华为价钱又是那么的便宜 如果赶快把5G的网络 建设部件好的话 可以马上在上面做一些 add-on value 就是附加价值的这些应用 可以马上就开始赚钱 所以现在因为 你美国用政治的角度 要求我们都不用华为 然后你美国 又没有办法提供 或者是北欧的 这个Erikson Nokia又不能提供 相同的价钱 那么低廉 又那么好的现成的产品 那我们所有的5G建设 就不是要等于delay一年到一年半 等你美国或者西方世界的 这个5G的产品上来吗 那这些厂商也会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会跑去讲 跟也学去咬耳朵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大家要分清楚 华为做的是5G的设备 就包括基地台 Switch Router 这些东西 那还有另外它做手机 对不对 它并不是运营商 它并不是运营商 换句话就是说 它把设备卖给这些国家以后 是由这些国家的运营商 来使用这些设备 那这些设备 在运营商的操控之下 当然不会那么轻易 就被华为突破或者破坏 没有到那么严重 只是因为你讲到 国家安全的时候 大家会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你刚刚看到这些讯息 都还是纷纷杂杂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两股力量 马上用华为 马上部部件5G的力量 跟我们要再等一等 我们先delay等到 一年 一年半以后 有别的选择 甚至比较贵的选择 这两股力量 还在交错当中 贵阵才会比较轻 等于由翔哥的一个分析来讲的话 过去封杀为堵 是以资安为帽子 实行的政治封杀的一个手段 但现在出现的一些转向 是很多基础的业者 相关业者 在商严商 能不能为我带来获利 赚钱做一个考量 所以出现的态度有点转变 怎么发展 当然会后续观察 还要再带您看的是 月底马上就要登场的 川金二会 金珍辛苦他了 要坐两天的火车去越南 我们回来继续聊 在川金二会的前夕 金正恩杀了馆长 不是我们台湾的馆长 我特别讲的是 他杀了百花园迎宾馆的馆长 这百花园迎宾馆是什么地方呢 文在宇当时去访问 这个到了北韩的时候 就是这馆长迎接的 但是因为这馆长贪污 9000万台币在家里面被找到了 这金正恩就当街处决 同时处决了 还包括了其他70位的贪官 请教一下 董事长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有人说川普 他是打贪给川普看 但也有人说是因为 北韩的鹰派 对于金正恩三番两次见川普 或者是见文在宇 他们不高兴 所以蠢蠢欲动 反动势力 趁这个时间点 金正恩就杀之为快 不不 他这次杀了还一个很特殊的 包括他禁卫军的 他禁卫团 团长他就杀掉了 他自己的警卫要杀了 为什么 贪污了几万块钱美金而已 你看看FT的报道 所以他是 他是做一个 反贪腐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动作 而且都不是很大的官 都是他小贪 这个几万美金 那个几万美金 然后听说总共 好像说 为了国家国库 增加大概七百万美金的收入 所以他这个也是 也是补充 70条人命 塑造他打贪形象 对 他的西 我看起来外国的媒体 是这样子 形容的方式 包括最近深的警卫 的这个主管 他都把他枪毙掉了 不过当年南韩总统 补正希 也是被他的这个市委长给担任 那个是被艾杀 他现在反处去杀他的警卫团长 所以他要回防嘛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是认为说 这中间有一个决心不变的 就是说 他继续要去推动 所谓的 他的这个 现代化 或是经济发展的 这个基本原则 他还是大方向上 也有展现他个人 那个决心的味道 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 就还是有一些专家讲说 是不是因为 这段时间清真跟西方世界 接触太频繁 然后接下来 未来北韩要走改革开放的路 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身边有些人是 就是传输了不太满意 所以金正 就是怕这些反动势力继续扩大 其实他更重要的是 就是说 其实他维持核武 对他在国内的这个 政治的力量更重要了 所以杀人不是主要目的 其实应该是跟川普的 谈判的最后的结果 他还是维持一个核武国家 这个地位超过其他一切的 好 另外一个讯意给大家看 就是金正恩这次去越南河内 要见川普 现在传出他的专列 他的火车 已经开到了大陆的丹东附近 那进入到大陆之后 应该会跟习近平再一次的见面 大家当然外面很多的连结 包括如果这个时间点 在参加二会之前 跟习近平见面 习近平是不是要传达 什么样的讯息 而这样的见面 又刚刚好在美中贸易谈判的 最关键的时刻 是不是习近平也要给川普 告诉一些讯息说 你看金正恩还是要先供过来 请示一下才去跟你开会等等等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翔哥 为什么金正恩上一次去新加坡 是飞机嘛 是大陆借飞机给他嘛 他都敢飞了 是 因为本来他不敢坐飞机 他飞那一趟 證明说他敢 那这次为什么又说 他还要坐火车到越南 他这个墨绿色的这个专列 在北韩有三列 这个也可以做一点这个 迷惑敌人的这种做法 是 而且他又非常非常重 因为他要做各种防弹 在那个防弹的部分 最厚的部分 竟然高达80厘米 所以他的速度 没有办法超过60公里 从平壤要到河内 差不多2800到将近3000公里 那虽然这个 从朝鲜到中国到越南 轨距是一样的 但是他走这个 传统这个火车 大概要三天吧 两天买到三天 三天对 那我猜想是 他这次要看他车子 因为他那个车子 通常是可以在19列 最多有到过20几列 他的爸爸 金正恩是在2001年 去中国的时候 曾经带过27 8列最多 因为带了非常多的官员 在里面 所以要看他这次 到底有多少列 就知道到里面有多少人 是不是又带了很多人去 还有一个就是他 那个车子里面 其实也可以装他自己的 那个防弹的汽车 所以都 我想这都是他的安全考量 要考量 遇到这么多因素 在这里面 甚至有时候我们同学 大家也开玩笑 也有研究北韩人说 是不是因为他不习惯了 这个飞机上的食物 他坐的那个车子 里面有他的餐车 所以他可以非常舒服 非常安全 甚至也可以做一些诱敌 或者混淆外界视听的各种动作 虽然长达三天 但另外一个角度也表示 他对中国非常的信任 他在中国要长达 将近三天的时间 在中国的国境 中国要帮他做 所有的交管 然后防护安全 所以这等于是 还有一个在车上的话 他的排泄物等等 不会轻易地被敌方的人搜集走 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要保障他 说不定他 这当然我们就猜想 说不定他最近的病情比较严重 这有这个消息传出来 对不对 他病情比较严重 他对他自己 无论如何 重重重复起来 他对自己的安全的重视 是最大的考量 你刚刚讲到这个专点 也有这个欺敌之效 对 也有欺敌之效 你在把那个之前 我们刚刚讲说 最近杀了70个身边这些人 是不是透露说 他可能位置有一些 不是那么稳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们对于像这种极权的国家 因为飞机容易被发炸弹 各种的讯息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 我相信是真的 也许老师可以指教 就是他们在内部 仍然是有反对的派系 反对的势力出现 所以我不认为说 他的那些什么贪腐多少 我们看中国大陆 贪腐难道真正是原因吗 都是政治斗争吗 所以派系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 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个贪腐的几万块钱 他之前不知道吗 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 用这种公开对外 他也可以秘密地 把这些人杀掉 不要让外界知道说 连我身边的尽情 我都信不过 对不对 他公开来处决在这个timing 在这个时间之下 一定是有他的意义 杀戒敬猴 杀戒敬猴就是因为派系 就像你刚刚讲的 对于他现在跟南方的 这个阳光的政策等等 也许已经是不满意的 他要把这些派系的敌对势力 压抑下去 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缘故 来 传军二回之前 川普也先说了一些话 他说 接下来看内容 可能会放宽 对于北韩的相关制裁 大家另外一个特别关注的就是 第二次面都还没见到 但是川普已经先发文了 他说还会有第三次 那是不是代表 第二次其实 应该又没有什么 实质的时间表 我们如果看 他们上次谈的时候 美国一向强调就是CVID 就是说完全全面Complete 然后I就是Ireversible 不可逆转的 对不对 然后V是这个Verifiable 它是可以去确认检验的 然后最后讲一个D 第一就是Disarmament 好吧 好 我们如果来看这个 虽然过去这一年 或者说半年多 他们见面之后 或者说2018年以后 其实北韩是没有在试射飞弹 也没有在进行核爆的 那这两个对北韩来讲 就已经很多了 可是美国的角度说 你要废核 就是你要把你现在 现有东西废掉 我在想一般的人 大家都很难 我花了这么多的钱 我花那么多时间 我不再继续做核爆就可以了 我不再进行四射飞弹 但你要把我现有 这么贵的东西 花了那么多心血 发展出来的 要我把它摧毁 不太容易 那结果到现在为止 美国人都认为没有 包括美国这个Danko 找这个国家情报局的 这个总监 他也认为没有 跟川普的意见不一样 这一些人都认为说 北韩其实没有做太多 那川普不应该马上要让步 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再试射 其实已经是让步了 那现在就是 你当初话讲那么大 说不可逆转了 然后讲了说 要完全的废核 我觉得他一定会藏在一些东西 让你就是会有交出来 我自己做非洲研究 非洲的内战 都也是搞和平协议 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和平协议 然后叫做解除武装 解除武装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注意到这一方面 有些人 我们继续标 发展 多许大 对 听刚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